OK 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这是重生第八章 第八章全是讲层级的 第八章现在第五部分 人内的三个层级被打开时 主在人里面 人在主里面 前面讲层级一点点讲 现在讲到就是这个层级在人里面的这种 这个重要性和重生的关系 人里面有三个垂直层级 以前并不广为人知 因为人们尚未发现这些层级 如果实际上不跟我们讲这些东西的话 也可能有少数的人能够悟到 或者是能够 好像能觉察到人里面有不同的层级 但是好像绝大部分人根本想不到 人们仅能知道连续层级 就是随着量变得积累 逐渐的增高 逐渐增长 这么一种层级 当然仅知道连续层级时 就只会认为 人里面的人爱和智慧 只会逐渐增长 连续层级就是 随着量变的增多 逐渐增长 逐渐增强的 但是应当知道 世人自出生时起 就有这三个垂直层级 或离散层级 在它里面 一层在另一层之上 或之内 并且每一个垂直层级 这个层级也叫做离散层级 也都有水平层级或连续层级 就是每一个层级里面 每一个层级的内部 有水平层级 或者说连续层级 从中心到周围 它的这个 比如像灯一样的 中心的智慧比较强 比较高 越往边缘去 越弱 并据此层级连续的增长 在一切至大与至小的事物中 都存在着两种层级 没有任何一种层级 能离开另一种层级而存在 这三个层级 层次的垂直层级 被称为属世 这是最低一层 属灵 是中间的一层 和属天的层级 当人出生时 他首先进入属世层级 人里面的这一层级 持续发展 从而持守他所学的知识 以及凭知识而获得的才能 一直发展到才能的顶点 称为理性 然而他不能自己打开 被称为属灵的第二层 你如果属世的这层 你知识再多 你的理性再强 分析能力就讲起来 头头是道 但是属灵层级 并不见得你的知识增多 你的理性增强就能打开 因为打开这一层 需要人从知识 发展出对有益的热爱 对有用 对公益 对社会 对他人的热爱 这才能逐渐打开 属灵层级 对有益的爱 有用有益 要做一些有用的事 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事 这是一种灵性的爱 即对有灵之哀 或者灵舍之哀 第二层也可以照着连续方式 增长到最高点 就是人如果经过上述的方式 第二层打开了 开始的时候仍然是比较弱的 所以它逐渐有量边的积累 到这一层的最高点 实际上就是到最中心的部位 它的增长是凭借着 发现真理和良善 或凭借属灵的真理 你读圣经了解到 对神的这个理解 对神的智慧 对神的真理的 这个体悟 越多 你第二层就越增长 即便如此 也无法打开被称为 属天的第三层 属灵层打开 但是你不能说是 你属灵层的这个 这个真 关于真理的知识 你激励到一定程度 自然而然到第三层 不 这一层的开启 要凭借对异用的 属天之爱 也就是对主的热爱 对上帝的热爱 而对主之爱 无非就是将 圣年的诫命 践行到生活中去 这些诫命的基本点 就是离弃邪恶 因为邪恶属于 地狱和恶魔 并且离弃邪恶的同时 要践行良善 因为良善来源于 天堂和神性 这三个层次 就以这样的方式 在人里面 被逐渐打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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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因为在翻译 这个十戒这本书呢 就是 首先要离弃邪恶 这个主才能够 主的良善 主的爱 主的真理 才能流入到 你的心灵里面来 如果不离弃邪恶 那个 我光说掌握知识了 掌握着真理了 知道很多东西 很多道理 就能够变成良善 这是不行的 你必须先 先改过 改过自信 先离弃 提恶的东西 人只要在活 还活在世上 他对里面这些 层级的开启 就一无所知 人一旦死了 到了灵性世界 就知道了 他里面有层级了 但是在世上的时候 在我们还 仍在这个世上 活着的时候 不知道 因为他处在 属世的层级 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就我们处在 属世的层级 因为 属世的层级 必须打开 打开我们 才能够有感官 接受外界的事物 才能有知识的积累 才能够有 理性的增强 这都是在 属世层级这里面 就是最外在的层级 所思所愿 和所言所行 皆出自这个层级 而内在的属灵层级 并非直接的 而是通过对应 来与属世层级交流 以对应基因型的交流 感官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无法感受到 我们的感官 是物质的感官 感受不到灵界的事物 灵性的事物 当人去世时 一旦脱去属世层级 这个属世层级 离开了 我们的肉体也没有了 脱去了 就进入在世的时候 里面被打开的那个层级 那个你是属灵层级打开了 你就进入到属灵层级 你的属天层级被打开了 你就进入到属天层级 属天层级被打开了 进入属天层级 死后进入属灵层级的 所思所愿和愿 和所言所行 不在属世 而是属灵 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不再和世上的事物 发生关系了 他的思想 他的言行 都是属灵的 进入属天层级的 则在属天层级上 思考 意愿 言语和行动 因为层级之间的交流 只是凭借对应 对应的英文叫做 Corexpondence 所以在人爱 智慧 异用之间的层 之间的层次区别 是如此的明显 以致他们之间 并没有直接连通的交流 从以上信息可得知 人里面有这些垂直层级存在 且能被逐层开启 但是这个逐层开启并不是连续开启的 由于人里面有仁爱 智慧和智用 刚才说的有益 有益处的事情 能利益社会 利益他人的事情 这也可以认为是智用的 有用的 人爱 智慧的目的就在于智用 有这三个层级 人爱 智慧和智用 这三个层级呢 人爱是最高的 中间是智慧 最低这一层是有用 或者智用 因此也有意志 认知 以及随之而来的决心 三个层级 而其结果就是智用 因为意志是接受人爱的容器 认知是接受智慧的容器 意志与认知 这导出的 认知是接受智慧的容器 而决心呢 是由意志和认知 所导致的 所产生的 智用的容器 你有意志 你决心要去成名成家 然后你就 根据自己的知识 根据自己的思维 做什么事情 智用实际上就是实践的意思 就是这三个的关系 这个你有意志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根据你的知识 采取相应的途径或者手段 最后达到实践 达到智用 当然从属灵属天的角度来看 这个意志本身实际上 如果要想进入到属天 应该是爱主的意志 认知呢 就是有了对上帝的知识 以及对他的真理的追求 智用呢 必然呢 就是爱主 所产生的一系列的 对他人的 对社会的这种 这种犹豫的行为 由此看出 每个人里面有属世 属灵和属天的意志和认知 我们不是刚才讲了吗 有属世层 有属灵层和属天层 每一层都有这一层的意志和认知 你属世的这种人 或者说在属世这个层里面的时候 你的意志 你的认知 无非就是在这个世上的这些事情 这些事物里面 到了属灵层呢 你的意志和认知 就到了那个层次 就高了 这些层次呢 这些认知呢 自出生时 便潜在于每个人里面 当相应的层级被开启时 你相应的意志和认知 就被激活了 总而言之 自从被造和出生时起 由意志和认知构成的人的心性 就存在三个层级 所以人可以有属世的心性 属灵的心性 和属天的心性 这样即使人 人活在世上 他也能被提升到 并拥有天使层次的智慧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追求 这个上帝的指引 主的指引 追求他的智慧 那我们属灵的心性就会被打开 你就会 会逐渐的拥有天使 这个相应的层级的智慧 如果死后成为天使 那时他也才能 他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到那个时候他能表达 世上之人无法言表之事 理解他们不可思议之物 我认识一个人 在世的时候见识平凡 当他死后 我在天堂见到他 并和他交流沟通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他的言词宛如天使 他所说的内容 对世人而言 简直是不知所欲 因为他讲的内容太高深了 世上的人用自己的语言 根本就自己的思维 根本不知道 他是说的啥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在世时 将圣言的教导 切实践行于生活中 并敬主为大 于是他被主提升到 仁爱与智慧的第三层级 那就是第三层的天堂 最高的 人的心性就是如此被提升 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接下来讨论的内容 要以此为基础 人从主获得两种能力 使人区别于野兽 其一是能明白 何为真理何为良善 这样的能力被称为理性 这是人的认知能力 另一种能力是能够去实践 去行为来展现出 那些合乎真理和良善的事情 这样的能力被称为自由 这是人的意志能力 出自人的理性 他可以按自己所愿去思考 无论是顺从神还是悲逆神 无论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临舍 他还能意愿和行出他所思之事 当然当他遇到恶事和惧怕受罚时 他也能凭自由意志而弃绝行恶 人之所以为人 在于有这两种能力 也因此而区别于动物 这两种能力是主赐予人的才能 从他持续发出 从未离开人 倘若离开了 人就走到了尽头 人的生命就没有了 因为这是人的生命最核心的能力 主赐予每个人这两种能力 从而通过人的这两种能力 从而主与每个人同在 好人坏人一事同仁 这能力是主在人类的居所 就是我们原来我们学过的那个图上 最高的那个A 那就是人的志内 是主在人类的居所 从而无论好人坏人 都可以一直活下去 在世上 他能生命到一直到他寿终争起那个时候 然而 当人用这些能力 来打开内在的更高层层级时 主便与他更近了 因为当更高层级被打开时 人便进入到更高层级的人爱和智慧里面 因而 欲主靠得更近 由此看出 随着这些层级被打开 人 在主里面 主 在人里面 之前说过 三个垂直层级的顺序 就像目的 手段 和结果一样 而仁爱 智慧 智用的顺序 也是这样排列的 仁爱 和目的 大概出于同一个层级上 就是最根本的 智慧和手段 是相对应的 你有了智慧 你才能够知道如何去达到你的目的 去实现你的目的 这个智用呢 就是结果 对不对 你根据这些 你说的 掌握的这些知识啊 这些智慧啊 你为了实现你的目的 你采取一些行为 最后达成了结果 或者是 那就是智用 就是结果 他说 这是这么一种关系 在这里我要稍微讨论一下 仁爱为目的 智慧为手段 智用为结果的相关 知识 人若依其光明中的理性 细细思量 应该可以明白 人之所爱 就是他做一切事情的目的 因为人只会去考虑 决定 并去做 他所热爱的 最终以此为目的 我们还能凭理性 领悟到 智慧 是手段 你有了智慧 你才知道怎么做 能采取什么方法 因为人的爱 就是他的目的 他在认知里 汇聚 所需的手段 来达成目的 并聆听 并聆听智慧的教诲 这些资源 构成达成目的的手段 无需进一步解释 智用 就是结果 人之所爱 彼此不同 因而人的智慧 也彼此不同 智用之处 同样也不同 因为这三者 是同职匹配的 于是 人之爱的特性 决定了 其智慧的特性 以及他要达成 智用的特性 人是爱吃 爱主 爱他人 爱社会 还是爱财 爱名 爱其他的世俗的 那些东西 这个爱的特性 就决定了 他的智慧 是哪一层级的智慧 以及他最后达成的结果 造成的这个结局 是什么样的特性 这里所说的智慧 实际指的是 人的认知特性 好了 这一部分就 去到这里 我们现在进入到 学习讨论 这个阴影还在这儿 我还有一阴 I'm not sure how can how can we hear your voice now it's nearly 730 I can call you I can call you a telephone okay I can call you telephone you can speak through the phone is that ok I can call you Yes Grang can you hear me Yes I can OK Is it okay to make a few comments Yes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I think everyone can hear Thank you OK I've got several points I'd like to make 不如想像天后人在世界上 我觉得它是用于成为一个人的精神 我们的心理是成为一个人的精神 这是第一个我先说 我可以继续吗 How long do you want to translate? Oh, I can translate. 您就讲我们这个人生的最重要的。 首先要达成一个属灵的人。 首先要达成属灵的人。 马莲,你给他翻译。 哦,好。 And then following on from that, Guan, I read these readings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I took from it, firstly, that this is saying to us, that everyone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step by step, a really spiritual person at the highest level. Translate. Yeah, by you. 那个刚才印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有这个可能性和潜力, 就是说, 从一层走到另外一层, 或者是一步一步的前进, 直到我们到属灵世界。 I don't know whether, you can hear me alright? Yeah, yeah, Li is translating, Yeah, thank you. Okay, Lin, Can you find Ithiah 64, verse 8? Sorry, Which book? Ithiah. Ithiah. Ithiah, Okay, 54, Yeah.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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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Ythiah. Yan. But now, O Lord, You are our Father, We are the clay, And you are our potter. Now, What that is saying, Lin, Is that we are created by the Lord, Just like a potter would create a jug, Or a dish, Or some sort of receptacle. So, What it is saying is that we are receptacles. And I just want to ask you to have a look at Jeremiah chapter 2, 3, 300 Jeremiah Yeah, Capter 2, Wvert13 Wvert13, Lin For my people have committed two evils, they have forsaken me the fountain of living waters and shewn themselves systems broken systems that can hold no water now that also ties in with the idea of the Lord being a potter and creating us to be receptacles I'll just stop there for a moment yeah 应该是 一厘米书 第二章 第十三节 因为我的子民 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 我这活水的源泉 为自己 一个池子 是破裂 不能存水的池子 就是那个池子是破的 now listen if we are vessels all our life flows into us from God and that life of course is the Holy Spirit active in us so we have no life of our own it comes from God and what this is saying to us like I said we we our responsibility our responsibility and our challenge is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and more open so that that life can flow into us and the Holy Spirit can more and more fill our lives I leave it with I leave you to translate yeah when you say the more and more open is just open to Holy Spirit right that's the Lord's life blowing into us and becoming active in us yeah 刚才Yin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自己 我们人实际上就是一个 Viso 就是一个 通管吧 就是 我们的 容器 Viso 是个容器 ok 器皿 然后 对 就是那个 主会 就是说 向我们来输入 圣灵 和圣灵 就是包括的一切了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是说 通过主 来接受 然后呢 再去 传给其他人 我们自己是 不能够发光的 只有 借助于主的光 我们才能去 发光 也就是说 我们才能够去 影响这个世界 we said this two weeks ago we are multi-level beings and we can choose which level we're going to live our life on we can live a very earthly physical natural life or we can choose to take a step up and live a spiritually minded life or we can take up a step even further than that and live our life totally committed to to the lord and to everything he asks of us so from the natural lowest level then a middle level and then the highest level close to the lord this is what this is saying to us it's what do you want to live where are you going to choose to live your life to live your life to live your life 正向两个星期前 我们所讨论的 我们都有三层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这个机会和权利 你可以选择你就是在这个自然的这层 你或者可以选择在属灵的层 另外你可以选择离主更近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或就是说我们想达到的目标 这是主给我们的这个自由选择的 所以就是说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选择的能力 而且我们可以选择之后可以按照主所指引的教导的 然后去达到这个属灵或者是更高 Lin I'd just like to off this observation Coronavirus and what it's doing to our community Lin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it's doing is challenging people because we live too much at that lowest level just to live our life in this world to get things we'd like to have and live a fairly physical external life but now people are being challenged to stop and think is that what life is about or is there something more that I should aim for so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good things that's com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Yeah I agree 刚才In就讲的是现在就是他回想到这个 我们现在有这个新冠病毒 就是说大家都在隔离 工作呢很多人也不能工作 然后他实际上利用这个隔离的这个机会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开始重新考虑 他们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忙于工作忙于外部世界 就是每天都是很忙的 有很多这个世界上的要求我们要达到 而且有很多世界上的追求我们要做 所以就是说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人生的大问题 现在呢因为是这个隔离嘛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去深入的考虑一下自己的人生 到底是为什么活着 Yes, Ian Sorry Thank you Yes I'm going to say, Lynn that in our own life the Lord uses shock or disappointment or something to go wrong some disappointment He uses it to awaken us to something higher in life stops us in our tracks and so we re-appraise our priorities and I start asking questions what direction are we going and is there something we're missing out and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and aiming for and so what happens to us individually is now happening to us collectively across the world where being the Lord is using this to stop us in our tracks and challenge us to stop and ask what our life is really all about Yes 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困苦和这个挫折 主呢会利用这些机会来形形我们 和教育我们 去更加明确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怎样才能够 就是按照主的这个计划去做 所以就是 我们每个人 就是说 在主提醒我们的时候 警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 对反应 就是说response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Есть Yes Great Yes Yes I think I think I think we're with the coronavirus virus we're also being taught that we can't control everything and we haven't got all the answers so it becomes a humbling experience as well 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yes anyway what do you think yeah I think this this today's study clearly paved our way in terms of our spiritual growth number one is understand the purpose which is love and God is love even we want to glorify God or please God the love is the purpose we want to achieve and then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the word God's word to be able to love so that is the means and then and then we do it through our our act then you know we can understand more and then you know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also practice and bring the results so that that is a very clear how a Christian should do when we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what to do you choose love and you choose to understand more and you choose to act on it yeah that is our Christian's life isn't it oh it sums it up yeah very much so and I think Sweden book talk about the heaven there are different layers or different levels yes and remember once you talk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or exchange between the layers is difficult normally in heaven they don't really communicate between the layers or levels correct absolutely but also Sweden book said that the higher level angel will teach the lower level especially the level one or layer one who probably don't know God don't know Jesus when they was in this you know living in the world so they teach so if there is no communication how the higher level angels could teach the lower level soul or spirit okay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first first of all Lynn we we can be with people who are well advanced of us spiritually and at times we hardly feel we'r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and I can remember as a young Christian I really struggled with older Christians who were much further down the pathway and I found it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is that okay can you understand that yeah because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is different and the level of even the level of closeness to the Lord I feel much more comfortable now where I am now than I did when I was 19 or 20 so I do I do think that though we can be spiritually minded people we can also still seem fairly far apart is that okay yes now secondly how do the higher angels teach the lower angels the answer is contained in what Jesus said by their fruits you shall know them and so I believe that the higher angels by the way they live their life demonstrate to the lower angels what the Lord means to them and how to live a spiritual life I don't think it's so much what they say it's their example and the way they live that's how I believe it happens when I first became a committed Christian it was a very very old pastor who left a huge deep impression on me I didn't understand even a lot of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but I was very very attracted to him being a humble committed God loving person that's what attracted me and that's actually started my young adult journey as a committed Christia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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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asked the question is the thing t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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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一层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流的 但是呢 他又提到这个 就是像第一层的这些灵魂 他们呢 就是因为他在世上 可能不认主 就是没有听说过主 就是有一些他们不能这个控制的原因 然后呢 就是高天层的这个天使呢 就会教他们指引他们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没有communication 这个层一层之间不能交流 他们怎么能够教他们呢 刚才印就是回答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这个 他不是他不是几点 他先举个例子 就是说他在他18、9岁的时候 他听那些就是说比较这个成熟的这个基督徒 他们讲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点听不懂 所以就是说他们的认知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这就等于是他们之间就不能交流 就是层一层之间就不能交流 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 做出的行为榜样 来这个 就是说那些这个新的基督徒 或者以前就是没有跟过主的人 所以就是说他说这种交流呢 虽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语言上的交流 是用实际行动实际这个形象做出来的 这种交流 他认为是就是说实际上 曾里曾经见的是这种交流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他有一个很老的一个这个牧师 他实际上就是水平很高嘛 他当时就是说不太明白他讲的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明白 他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牧师呢 他自己本人又谦卑又忠诚 还非常关心人 所以他就能够逐渐的学着他的样子 实际上就是说那种这个行为上的 这个影响力 Yes, Ian Every one of us, Lynn is created and has the capacity to become a very advanced spiritual person the question is why don't we all become that person and the choices we make and not always helped by our background and our early experiences and the things that smother spiritual growth or the possibility of spiritual growth while we are a younger person but we need to keep looking at other people and keep affirming that they have that capacity to become a truly spiritual person everybody has been created with that capacity to become a truly spiritual person here's a scripture for you, Lynn do you know where Jesus said enter in by the narrow gate but wide is the gate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narrow is the gate that leads to life do you know that one? no, I can't think about it it's in let me just quickly find it it's in it's in Matthew's gospel it's in chapter 7 and 13 and 14 have you got it? yeah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okay so you get the idea that that Jesus is saying the way to destruction or the road to destruction is quite narrow but the way to heavenly life and spiritual life is quite narrow is that what your understanding is yep okay well now I just want to say to you that that word narrow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that word narrow has a specific meaning the reality is the pathway to destruction and the pathway to becoming a more spiritual person they're both the same but the way to becoming a more spiritual person has been narrowed down by things which have been introduced that's what the Greek says it's become narrow not because the Lord makes it narrow but because of things that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our life which have narrowed it down like bad experiences bad influences bad teaching bad examples as we've been growing up they narrow down things when in fact at the beginning the way to spiritual life was just as open as the way to destruction 刚才印提到 这个马太福音 第七章 十四节 但印到生命的门 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印就是讲 就是说 实际上 不是那个门 做的小 实际上是我们 就是说 不跟随主 我们就是说 这个 这个容易做的事情 都是那些 不好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 我们 使这个门 变窄了 并不是说 这个门 上帝制造的时候 就是窄的 所以都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有了 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 就会做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做 这个不对的选择 或者是 使我们灭亡的选择 所以这个 我觉得 这次我是第一次听到 就是说 这个路是 门是小的 这个实际上 是我们自己 把它这个 就是 弄成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就是说 人就把那个窄路 能够按照这个神的 要求去做的人 就是这样的 thank you Ian that is a good point and never thought about you know the I always thought the gate is narrow and you know maybe God you know made that narrow it's not it's not it's not it's we actually because of our behavior we made it narrow exactly and I look back into my own childhood when I was a young man and there are things experiences I can remember influences and examples which didn't help and and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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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rowed down that pathway which leads to a more spiritual person and I wish that never happened but it wasn't God who narrowed it down it was like the Greek says narrow from things that have been introduced 嗯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呃 还有 就是补充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gate 这个门呢 就是 通往这个 天堂的门 窄呢 是被弄窄的 实际上被弄窄的 就是说 我们 实际上 我们自己 都还能窄的 就很 很少有人 去做正确的选择 在我们的 一生当中 嗯 嗯 是困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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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 是困窄的 especially 我们在这 的困窄的 但我认为 是 是 是 的 如果 我们 是困窄的 他 他 其实 带我们 是 不是 我们的 选择 是 是 他 带我们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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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ed and we've got to believe that 李 we've got to hang on to that and trust that that's so he will give us the strength you know the holy spirit does work in us yeah last week he wasn't there we discussed some situations in life that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always lie or always make you know play games and harmful to other people and it's hard to forgive them but it's Jesus' command we have to forgive so once you choose to forgive you found that it's really give you peace it's it's benefit to your spiritual growth also through the love of Jesus you can start to influence the person who you probably judge and you know feel hard to forgive before so I think I think it is all you know this is a two-way communication two-way you know interactions yeah absolutely then I'll give you a definition that Swedenborg offers about forgiveness we'll never forget it doesn't work to say you'll forget forgiveness is with the Lord's help to come to see something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 new understanding God gives us to see it differently to interpret it differently and not to make judgment of the other person that's true and that gives you freedom very much to come to see it from a more spiritual perspectiv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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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ere are things in my life which I found difficult to forgive if they come back into my mind I try to look at them from the mercy and grace of God and to see them differently I say to myself they may have been their mind was on something else I've no right to judge their motive all those sorts of things help me to let go yes from a different angle yeah yeah by the way when you said love wisdom and use I couldn't help thinking of yourself because there's a young woman there must have come a point when you decided that you would love to be an engineer and then you had to go to university to find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to enable that love to work through into your life and as you became an engineer then love and wisdom joined together in the us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being an engineer love wisdom and use it's no use just loving to be an engineer and not having the understanding or education to narrow that love down so that it becomes more effective in the way it's played out yeah translate 刚才 我就在讨论 就是说 就是我们人都有 这个自己的选择 嘛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是 就是说 自己可能有 没有意识到 是 就是主 也是在 就是给我们 一些 这个 帮助 帮助我们 去选择 使我们能够 去选择 正确的 这个生活 的 这个选择 就是 当然就是说我们要 就是说要这个对主敞开我们的心 然后主就会 给我们一些 这个 叫什么 strength 力量 对给我们力量和这个 这个勇气去做对的事情 就因为上次我们也 跟一个就是谢威也讨论 就是说有的时候 可能觉得就是说非常 难去 宽恕 就是身边的有些人 他们就是做的一些不对的事情 伤害的事情 当然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去 宽恕他们 因为这也是我们主 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要求嘛 就是命令嘛 去爱这个你 自己不太 就是觉得不太爱的人 但是就是说这种 这种你如果选择了 就是主的 这真正从心里头 就是说 能够宽恕他们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心里得到的是 自由和平和 就是平静 就是peace 应该是平静 就是反正就是说 你实际上 然后印就是加强了这一点 就是说实际上 你不去就是说 平探别人的时候 或者是不宽恕别人的时候 你就会站到另一个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从我们主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其实主是爱每一个人的嘛 然后就是说 我们自己也都是 都是sin呢 所以呢 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也是不应该去 炸制别人的 如果我们心里心存这些 这个 对别人的各种评判啊 也好啊 或者怎么样的话 实际上 给我们自己呢 加了很多的负担 生活加了很多的负担 然后就是说 也不能够去做正确的选择 所以就是说 他说 有很多时候 就是从另一个角度 给我们一些 这个自由去看待这个问题 好 谢谢 好 好 现在是时间 让你离开 哦 是的 我希望你会有我的手机 在下一个天或是 是的 希望你能够得到 如果你的手机 回来 如果你要帮助 你能够告诉我 我会来到你的家 to set up 二伴一同的 心思 我们再次拜祂 祢给我们的筷子 还有所有人 他们的关注 这种疫情 我们的病毒 神基地 一旦来这种痛苦的温柱 整个世界 是被困 但我们知道 神基地 你当中的过程 为 audio 拿出好良较 所以, Lord,我们请您您的伤身上所有我们的十一部分頂全体人,主席而无bles我们的 seule方体。 而且我们也爱一般的事情。这是我们 ask您的榜敬名, Lord Jesus。 如果您需要任何帅救,让我们知道。 I will, Lin. I certainly will. I don't know whether Guang told you that I saw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pecialist eight days ago and he said that the lung disease is fractionally better in one part of my lung but in my right lung. So I'm seeing the lung specialist next Tuesday. They're going to talk about it together before I see the lung specialist. Very, very good doctors. God bless you, bless them too. Oh yes, absolutely. They're very, very, very good doctors. And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Ying. Thank you, Ying. Thank you, Ying. Take care. You'll get well soon. Okay, bye. Bye-bye. See you. 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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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